日前 趙索康領軍戰鬥欄 包含徐巧辛羅志強等人 特地到基隆力挺卸國糧 但基隆警方竟強勢驅離 買菜路過的林姓阿姨 給你三秒鐘時間 要過去就過去 過去我們每天就逮捕 一二二 不管林阿姨如何解釋 警方依舊態度巧適 趕快過去 這麼多人去 過去 欺負人家 過去 欺負人家 我要去買菜啦 被警方不斷呵斥 林阿姨只好無奈 拖著買菜籃走到對接 而事後得知 這名藍衣警察竟然 還是基隆警二分局的分局長 讓林阿姨氣得十號 地狀告發 恐嚇罪 我家就住在那個大樓的後面 去申請入權啊 然後抗議 我希望你們在 那個地方貼個公告 出身中叫我一二三 現在是什麼事情 我就覺得奇怪 不然現在台灣是怎麼 習近平在管的 事隔五天依舊氣憤 林阿姨更還原當下 還被造謠 出手打人 我一抬頭 那怎麼有四個標形大案 實在很熱 拿著扇子在扇 然後他就 你為什麼打 打我 我在扇扇子 你自己的手臂來碰我 怎麼叫我打你 好像故意要有挑釁 而當天衝突畫面曝光 不只許多網友聲援 痛批經由警方浩大官威 謝國良不反省還自滿 套論度超級高 對的事情喔 我們就要發生啦 而引發軍醫後 金融警方第二分局也強調 分局長是怕雙方起衝突 才會依法勸離民眾 儘管警方堅稱是保護人民 但做法是否恰當 畫面會說話 三選國是問候場台北什麼的